Hello,大家好,我是Mr. Herman So. 今天會為大家解釋的就是 Standard Normal Distribution 一個advanced problem 就是現在畫面上高 好,看看題目 The weight of each tin produced by a manufacturer for a normal distribution with means 0.8kg and standard deviation 0.05kg OK,我們當然要 highlight一些比較重要的字眼 就是weight 就是重量 這個重量就是follow normal distribution的 有個means就是0.8kg 同時間也有standard deviation 就是0.05kg OK,A tin is called a substandard if his weight is less than 0.7 235kg or more than and 0.892kg 好,我轉一轉 顏色筆先 這樣就是圈給大家看的 這樣呢,如果它是substandard的話 它就有 要是它的重量 就是less than這個 0.2735 或者呢 它就是重量 重量 重量 0.892kg OK,那麼多資料 第三句就是題目 來 Find the probability that arteen chosen randomly is substandard 好,那我們就要找出一個 如果我們隨便抽出一個 這個罐 它是一個substandard的罐 即是說 它就是輕過0.725kg 或者呢 就是重過0.892kg 好,那我們就去看看 當然啦,答案 我假設做定了,放在這裏 好,那就對帥仔的位置 好,那就對帥仔的位置 那你會看到 首先呢,我會 將W切成為weight OK weight呢,我呢 let w be the weight of a single team 那就是其中一個罐的重量 這個W就是 Florals, normal distribution 0.8,0.05 square OK 那如果它是substandard的話 那它應該有兩條路走的 都可以是substandard 要是 它呢,就是輕過0.725kg 又或者它呢 就是重過0.892kg 那正如你摘一顆色 如果是even的話 你就要數啦 2,4,6,3個機會都一可能 那你就會加起來 那我們同樣都是的 由於它輕過0.725kg 這條路 又或者它重過0.892 另一條路呢 它都是considerate 這個substandard的話 那所以我呢 就會加起它 將兩個角度加起它 好了,那下一步 如果這個W 是小過0.725kg 或者W大過0.892kg 你是明白的話 那我們下一步呢 就可以將這個普通的variable 我們會把它做一個standardization 由於standardization太熟了 所以Mr.Soul這裡不再解釋了 好,不過 當我搞定了之後呢 我就畫回幅圖 發覺那些幅圖呢 輕過和重過 就是兩個面積的 亦都可以反映回 為什麼是加的 OK 輕過和重過 輕過 如果輕過 現在那個standard score 我們計算出來 輕過0.725kg 就會成為了standard score的1.53kg 輕過1.53kg 以及小過1.53kg 又或者大過1.84kg OK 那我就會1減了中間的空白空間 1減了中間空白空間 那麼 由0走到1.84kg 相當之簡單 這個直減 至於由-1.53kg 這個standard score走到0 我們就說要做一次的 Symmetric 做一次對稱 那就會是0走到1.53kg 好,減走了兩分面積 那就會出現了這個0.0959的答案 OK 即是說 你抽一個罐 它的重量是substandard的話 確率就是0.0959 這樣也很容易 好,回去看看題目了 好,題目第二條了 第二條呢 它就說 喂,現在呢 就有八個罐 OK 那我呢 Exactly 選了兩個都是substandard的 它是怎樣計的 哦,八個裡面選兩個 八個裡面選兩個 那就是normal distribution sorry 是balomial distribution 那我就看看了 八個選兩個 那我就說了 Let x be the number of substandard teens 可以嗎 那x呢 那x呢 就是那個10cm的重量 那這個x呢 就會跟隨著 這個boulomial distribution 玩八局 每一局的確率呢 就是0.0959 可以嗎 好,不好意思 剛剛剛剛走開了 讓我先放好些東西 好,應該剛剛 那麼,臨錄到最後那一刻 應該是在說 那一條的b 那就是八個裡面選兩個 那我剛才也說了 會切了一個random variable x 就是在說 Number of 多少個substandard的teens 那這個x呢 當然是belong to 這個boulomial distribution 那由於 你看個n 那玩八局 而中的確率呢 就是0.0959 那如果你是熟一點的話 那應該都沒有什麼 說是很困難的 那這條色放在這裡 那也都很standard 所以Mr.Soul不會說的了 那我就會 那你喜歡就post write in 如果不然呢 我們就回過去了 看一條題目 跳題目 弄得不漂亮 嘩,這裡 好,去到c 就是第一次的video 的重頭戲 if x 我轉一支筆 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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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八teens 是 sorry 是 八... sorry 如果八teens 是選擇 randomly 找到 兩隻的確是 的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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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當之 煩的 看完之後 我覺得文字 寫得不太好 不過不要緊 我幫你修正了 我們先解釋 因為 文字 即是文字寫得清不清晰 通常是公開試的清晰 反而書出 好像這些書的題目 就比較不太清晰 所以不要緊 我們來看看 首先就是 間低了 有八個冠 然後exactly 兩個 啊 substandard 其中兩個 是substandard and exactly 1 has the weight below 0.7 2 3 5kg 這個 我反轉 用一條紅線 選了 因為這句說話 是最受爭議的 ok exactly 是 這句說話 是最受爭議的 ok 我們走過去看 你就會知道發生什麼事 由於D的條題目 我覺得是要重點出擊的 所以 我就 將它寫了一個mind 即是說我怎樣去思維 首先 第一 頭兩句應該沒什麼事的 八個tins are selected exactly two of them are substandard 然後 exactly one has the exactly one has the weight below 0.725kg 這一句說話 就有少少保留 因為 其實它這句說話是 為什麼呢 我就用了另一角度想 這個exactly 一 has has 這個一 原來是從哪裏 這個一 原來是從兩個substandard 走出來的 所以我就加了這句 如果那個題目加了這幾個字 就是 exactly one of the two substandard has the weight below 0.725kg 整句說話 就清晰很多 那 即是怎樣呢 即是說八罐裡面 有兩罐是substandard 而那兩罐其中有一罐 或者指的一罐 就是 重過 I'm sorry 是輕過0.725kg 輕過0.725kg OK 那我就馬上寫一個possible scenario 給大家看一下 等一下 好 這裡 那我就 首先possible scenario 就是 我隨便寫了其中一個 為什麼我要寫possible 這個字呢 因為有時候一些場景 你不能一時間想到的時候 你就不要想一些general的場景 你反而想一個particular 容易寫出來 這個particular 就是一個較輕的substandard 和一個heavier的substandard 一個較輕一個較重 因為它說有兩個substandard 那如果它說只有一個 Exactly 一個是較輕的 即是較0.725kg 另一個呢 它如果是substandard的話 它一定要是較重的 可以嗎 那較重那個呢 就會是 嗯 我計算了 較重那個呢 就會是 0.0329kg 較重呢 就是重那些0.892kg OK 我們要靠這個scenario 也可以畫多一兩個之後 我們就可以數場景了 首先我們要考慮呢 就是那些o 即不是輕一點 不是重一點 即是ardis 其他 那六隻o 就會在八個位置任擺 在八個位置任擺 六隻o 當然就會是8c6 對嗎 好 另外呢 為什麼會再乘二匹呢 因為它放了兩個位置 應該是放在substandard 但是現在substandard呢 它也是有L和H的 那L和H 例如這個擺位這樣 L和H 它可以調轉位置擺的 是不是 就算下面這個 下面第二個 即是說第二個位 和第五個位 它都是substandard的話 它都有權是LH 或者HL 對不對 OK 好 那L我們當然要計 H我們當然要計 由於太前 我不再和大家糾纏 好 場景那裡 我們就是8c6 要再乘二匹 剛才說了 HL 它自己調轉位置都要乘二 OK 那這個呢 第一個呢 當然就會是較輕那個 行不行 那另外一個一定是較重的 行不行 那第二個較重的確率 就在這裡寫給大家看 那另外那六個呢 就是一減了較輕較重 那就是ardis 你或者調轉眼 你可以這樣想的 你可以用上高那個 就是1減1減1減這個概率 都是出回正確的答案的 OK 好 那這個答案呢 就會是0.0634 那c的部分也都解完了 那看完最後 最後 最後D那個部分 D那個部分呢 我要解一解一條色的 不過我先講了題目 我再解一條色給大家聽 那個呢 就是 D那個呢 它就說了 teens are selected one by one randomly until a substandard teen is selected 就是說呢 逐個逐個罐在這裡選 選到怎樣呢 選到substandard 那個罐我們就收工了 那你可以怎樣選呢 其中一個場景就是 選第一罐中 就收工了 substandard中 收工了 那如果是選兩次 即是發生什麼事 第一次一定要是 不中 第一次不中 第二次中 那如果是 你選三次呢 即是選到第三次才找到 substandard 那就是頭兩次不中 OK 那就是整個遊戲的玩法 Find the least value of r such that probability the probability of selecting at most r teens is greater than 0.9 剛才我們選的 就選一個 選兩個 選三個 現在它最多讓你選到r個 OK 而選到r個的確率 就一定要小於0.9 那我們就問r有多少 好 那現在最重要呢 就是帶大家看一些色先 首先呢 我們呢 就想證實這一條色的 現在畫面上高 我先highlight給你看先 等一等 我們首先呢 就要證實這一條色的 為什麼這條色是work的呢 這條色我記得了 我有背書的 這條色就是 就是geometric distribution 裡面 我們 x trial 就是選到正確為止 那個 x來 那這個x呢 大於某個數目 譬如世界x這樣 就會出現了就是 1-2px OK 那這條色到底怎麼來呢 這條色 來的方法呢 首先就是要 走回去 那這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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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色 補色 補錯了 現在補對了 OK 好 那現在又來了 看看到底是怎麼來的 這條色 這條色 首先我們要去到另一條色 就是 我們不計 x大於世界x 那就是為什麼呢 就是最多 找到第x次 世界x次 那我們就收工了 那找第一次就是x 那找第二次就是pq sorry 找第一次就是p 就是第一次就是p 就是p p是什麼來的 p就是successful probability 那q呢 q呢 就是lotsuccessful probability OK 由於我們這個geo metric的遊戲 就要找到中為止 找到中為止 所以就起碼都要玩一次了 OK 第一次玩一次就中了 玩兩次就是一次中 一次不中 玩三次就是兩次不中 一次中 玩四次就是三次不中 一次中 那如此類推 那這裡就應該玩了x次 一次中 就是x減 一按多p不中 按多p就是x減 OK 那這條色呢 就現在我剛剛解釋了 那我們一起抽了一個common factorp 抽完這個common factorp之後呢 那我們就出現了一個叫做geometric series的東西 那我們曾經上課講過的 這個geometric series 就是有一條色的就是加起來 那個sum of sum of geometric sequence OK 重溫一下 n就是number of terms 即是多少項 a就是first term 我們case是1 而r就是common ratio 我們case就是q 所以我們case就是q 放上去 OK 即是這條色放了 好了 那留意 q就會等於1-p 就是這一條 OK 那就是如果在geometric distribution裡面 那如果當capital x變數x呢 是小於某個數字 比如小加x這樣 那我們呢 就會說 它那個p probability 計出來就會是1-2qx的 OK 那記住這一條色吧 不如我轉用紅色給你 再highlight多一次 可能你會好一點 免得你搞亂兩條色 用紅色highlight OK 好 那再看下面那條 好了 又糟糕了 又糟糕了 好了 下面那條呢 我想那圖片會比較清晰一點 剛剛我們說 那個x小過 或者等於世界x的 就是這一節線 就是一開始數 就數到x那裡 對吧 那剩下的那支線 就一定是x 大於世界x的 兩個加起來就是1 那如果剛才那條色 我再highlight多一次 這兩條色 我剛才做了給你看 OK 當它們一加完之後 就可以等於1 那這條色 我們就換回1-2qx 那留意 由於現在 就是左右手都有1 那麼一起左右手-1 而左右手就加上這個qx 那就達至到現在畫面上高的 px大於世界x 就會等於qx 那就是說 我們剛才正的 我們想要正的那條色 終於出來了 那就會是px大於世界x 就會等於1-px 因為q我說了 就會是q等於1-p p等於1-q OK 好 那搞定 我們回頭了 好了 回頭去到最後的一條色這裡 剛才它說了 它要試那個trial 最多atmode就是r 即是試多少劑 就不能試超過r那麼多劑 那這個概率呢 就要是大於0.9 那現在我們做的沒有什麼 就是放一條色下去 因為呢 x小的或者等於r 其實就是 我們可以把它 用一個叫做 complementary event 互補事件 就換了1-2px大於r 你看回前面的色 那也是 這條色就是 正正就是 1-2-0.095 即是1-p r次 OK 當我們拆了括號 如果有一個整數值的話 最少玩23次 OK 那它的概率呢 就是 就是 你會找到substantial的罐 這個確率是0.9 好 這裡就結束了 整條數字都說完了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